CADE建筑设计博览会是亚太区首个将高端建筑系统解决方案 与高品质建筑师整合在一起的建筑设计类交流平台 今年以同一个地球明日可持续为主题 除了建筑系统和创新材料展区之外 还有中国建筑学会成立70周年邀请展和CADE主题特展 今天就带大家回顾这为期仅4天的博览会中的几个有意思的展区吧 1.当代中国城市与建筑实践特展 由同期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作为总招集单位 共分为上海奉贤浦南运河及两岸带状区研究与设计 成都环城生态区实践与探索 以及当代城市变成动物园三个小展区 分别探讨上海南边运河古镇的更新与振兴 成都公园城市的点线面规划与设计 以及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样本 所发起的关于人与动物植物和整个自然 应如何和谐相处的一系列设计规划方案 精美的实体模型和长达23米的运河水线图纸 满足你对概念方案阶段落地和实践可行性的想象 2.材料的可能性 由5家事务所联合5家先锋材料企业 分别以玻璃、磨、不锈钢、砖、竹 这5个日常常见的材料 创作了5个独具风格的空间装置 当材料以超出常规认知的模样呈现时 其所传达的语言比建筑更令人惊艳 3.低碳未来绿色前行 可持续绿色环保低碳是近几年全球流行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 展区除了展示众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 绿色建筑设计示范项目之外 以青钢建构结合新型LED显示技术 冰屏的多媒体沉浸展示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4.复兴传统文化样式雷建筑遗产 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总院主导 展示了样式雷的历史和许多中式传统建筑遗产的图纸 画样、模型、时髦结构等内容 作为主要探讨未来和科技的展会活动 中式古典建筑的出现 无疑再次唤醒了我们对传统文脉 如何延续并结合现代设计的思考 5.走向平衡、行职合一 展出了一系列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作品 行职合一有点类似王阳明智行合一的理念 探讨建筑如何将外在的形与内在的质结合 达到内外自洽 与此同时还要能使建筑很好的融入环境之中 走向环境、生活、材料与建筑的平衡 爆炸图般的模型展出是一大亮点 再次证明了在这个科技和虚拟实境当道的年代 物理模型仍是最能真切感受到 尺度和氛围的展示方式 6.幻儿新生 由住进设计总建筑师博鸿涛担任策展人 联合刘宇洋、宋叶浩、孟凡浩、张海鸥 共五位建筑师共同参与 不仅探讨了城市更新 更展示了部分乡村振兴的作品 以实践的角度带我们领略更多元 多样的更新与振兴的可能 CADE尝试将材料、工程、科技、技术、未来和建筑设计 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的做法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学术和产业之间的距离 愿未来创意畅想皆能无风险接落地实践 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关注Archidogs 带你看遍各式有趣的展览